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新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过程 有请主持人新月 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成功者 因为他们拥有着荣耀 鲜花和掌声 但是却往往忽略了 他们在背后所付出的 艰辛和努力 我们先来说一位 我们特别熟悉的 奥运冠军孙杨 他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位 连续两届奥运会摘金的 游泳运动员 他的成功是要感谢 上天赐给他的天赋 还要感谢这么多年来 他的努力和刻苦 尊阳的训练总长度 超过了四万七千公里 比绕地球一圈还要长 可以说 他用一方泳池 丈量了地球的长度 正所谓是不风魔不成活呀 今天的两位主角 同样也是这类人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 有着非常不错的成绩 但是他们的疯狂程度 同样让人惊讶 甚至风魔到 差点优以兴奋 我是世界棍王 吕一杰 摸一下你的腹肌羞吗 我也是武术世家 刚才吓不了没感动 当大家一脾气 装结棍的时候 不只是李小龙 还有吕一杰 有请本期主角 女生们淡定一点 矜持一点 怎么这见到帅哥 都这么清楚呢 来 帅哥介绍一下自己 好吧 大家好 我是吕一杰 但是吕一杰 我看你其实不仅仅是 伤结棍的功夫 你其实中间还有很多 这个武术的功底啊 对 融入了很多东西 比如跆拳道的腿法啊 武术的步法啊 还有这些空翻 全都融入到一起 那刚才呢 可能大家 在我表演冷烟火的时候 可能没有看清我的空翻 那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再表演一次 大家不要眨眼 不会的 对 放心 ру 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那你小个子的眼神也是吧 你学武术多少年了 练了二十多年 嗯哦 双肌肯定好练吗 会者不难 男者不会 就看见人通不通明是吧 对 这样我们选一下 我们里面最笨的一个人 马丁你去选一下吧 我也是武术世家 想当年我们家高祖马超马梦起 哎呦 我不太认识的 哈哈哈 有没有这个想尝试的一下 来女生吧 跟她配合一下 这姑娘不错 来来来上来上来 哎呀来来不错 你就说实话吧 你问是谁来的 是她 哎呦 马老师你别受伤害 你问她来你走 我这边受什么劲呢 啊哈哈 你还凶吗是吧 你别客气开始教吧 下面就是开始练动作 看我啊 就是双肩棍呢 首先是全握肩握棍 向上抬起来 一 对 大小臂不动啊 90度直角 好向下 二 一 二 一 二 看我下一个动作 批棍 一 批棍 二反弹 三上肩 看我啊 一 二 三 看我最后一个动作 夹棍 再来一次啊 上上的时候 最后一个动作 夹棍 并且发声 开始 不带上手的 姑娘 你俩自由发挥的 就是你们想象一下 双肩棍到底能怎么爽 我的心得是 爽双肩棍 一定要掌握 用我们养的 男儿和老婆乐 给自己挠的这种感 基本上就能到位 好 来 准备好 三 二 一 开始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点平一下我 对 你这个动作呢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了 舞鞋世家 我也对 我的是包马 包马 包体 横吧姑娘 打到自己身上 没打到 没打到是吧 嗯 你可以抱他一下 再下去 简直上来 哈哈 我不可意思 哈哈哈 就嘛我摸一下你的腹肌胸 你嘛 也是 标准太过分了 你要摸一下 你要对我负责 哦 哦 哦 哎 不翻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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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 若你才 有感觉吗 耶 都是有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这位姑娘 来 请坐请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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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力你还有钟人 你别下来 哇 就是先让我的道具上来 来 我觉得这个动作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你只要面对着我就可以 嗯 对 面对着我双脚分开 双脚分开 你这样子 其实呢 这个动作我觉得就是 速度很快 你不要动就可以 我不用动 对对对 就是你先配合我做一下 就是这个是火柴 拿到手上我觉得 不够刺激 就是你叼到嘴里吧 就是用牙齿 腰子 我也是武术世家 想当年我们家高足马 高马攻击 不是让我练双截棍吗 对 让你先感受一下 双截棍的内力 双截棍最高的攻击力 能达到725公斤 人的身体只能承受40公斤 就骨折 那也就是说你这一棍下去 它再不再都很难说了 是吧 嗯 然后呢 然后呢我用我的双截棍 把这个火柴点燃 哎呦 我的天哪 你双截扑开一点 我双截已经扑中了 我算看明白了 马丁一只毒蛇 今天总算有谁回报了 大方老天掌眼 这棍子当就打你菜帮上了 对吧 平时提口都很重要 谢谢我们马老师给我们辽宁卫视有请主角 留下最厚而又最珍贵的表现 最厚 我这上有七十多岁老母 下有几岁的孩子 中间还有个不省油 不不不省油 不不不省事的媳妇 怎么样 帅吧 这身材 这功夫 尤其是这腹肌啊 看着台下的女观众 眼睛里都冒小星星了 怎么样 你呢 是不是也被这身功夫给惊艳到了呢 他 就是世界双结棍的冠军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吕一杰 要说到双结棍和中国功夫 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李小龙了吧 那双结棍傻的是天下无伤 说到小吕当年学这个双结棍 还真跟这李小龙有关系 小吕啊 出征于武术世家 从小就起舞 特别擅长的是波鸡 这周围人呢 也都觉得这个孩子 赤块练武的料 父母也有意培养他 希望呢 有朝一日能够进国家队 将来也当个世界冠军 光宗耀祖 为国争光 然而八岁那一年呢 却因为一部电影 彻底改变了小吕的梦想 这是我们那一部 特别熟悉的李小龙的 金武门 这电影里啊 李小龙帅气地杀双结棍 把这小吕就看呆了 当时他心里就想 这也才是世界上最帅的武功嘛 从此他彻底迷上了双结棍 想练双结棍 没那么简单 家里人都反对 可是这小吕有主意啊 反对就反对呗 我偷偷练 甚至呢 还自己偷偷用石木 做了对双结棍 两公斤重啊 你想想这四斤的木棒子 要是一不小心打到身上 那得有多疼啊 有一回啊 这双结棍不小心打到了头部 这小吕当时就两眼冒金星 直接晕了过去 等他醒过来后反劲 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尽管受练习的时候 特别的苦 特别的累 但却没有击退 小吕学习双结棍的心思 反而是越来越着魔 就说啊 有一天晚上睡觉呢 梦到了新招式 这小吕可倒好 大半月的 蹭一下坐起来了 接着练习 你说他得到 疯魔到什么样的程度 可是这一切 在家里人看来呢 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放着好好的搏机 你不练习 非得耍什么双结棍 那不是玩物丧志吗 小吕都不听 尽管周围人都反对 但是他依旧是一门心思 铺在了双结棍上 每天早上四点钟出门 没有练工房 他就骑车来到了 十几公里之外的 小树林里面练 无论是春夏秋冬 银寒酷暑日复一日 这一练就是整整十年 他坚信双结棍 就是他扣开世界大门的 一把金钥匙 直到2009年 首届世界双结棍大赛 在香港举行 苦练了整整十年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在几百名的选手当中 小吕是一举拿下了 世界双结棍大赛的冠军 他终于向父母证明了 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但是当他站在领奖台上 内心除了当冠军的喜悦之外 还有一些遗憾和愧疚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在苦练双结棍 二十几岁了 从来没有为家里赚上一分钱 但是他想 既然我当上了冠军 将来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了吧 但是谁承想 现实远远没有想象那般的美好啊 当了冠军之后的李玉杰 依旧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周围的很多人也都劝他 不行你就别练了吧 其实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我苦练了整整十年的双结棍 我也拿到了世界冠军 可是我依然养不活我自己 我究竟是图什么呢 所以吕玉杰尝试转行 他当过教练跑过龙套 终于他可以不靠着家里的阶级养活自己了 但是这些所有的工作都不是他最想要的 他排解压力的唯一方式 还是在空闲的时候苦练双结棍 他不甘心就这样的放弃了 不疯魔不成活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李玉杰连续五次获得了双结棍的世界冠军 并且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还被人称作是世界棍王 他终于靠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改变了命运 那么今天这位世界棍王来到了我们有请主角的现场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不可思议的挑战呢 刚刚你说到你有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纪录 一分钟单位之内看谁做的次数多 就是比如说这个夜下换棍啊 我一分钟做了181次的成绩 创造了这个世界纪录 一分钟181次 一秒钟三次 对 这个能在现场展示吗 可以 来 简单的做几个动作吧 就是简单的 一开始吧 我记得你有过一个160次的记录 然后随后你又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记录是吧 对的 刚开始是一分钟160多次 后来呢就是不断地去训练去强化 最后呢又达到了180多次 我刚看到你的徒弟吧 拿这道具 是不是你们俩还有这个一起合作的表演 对对对 是更紧张更刺激吗 肯定是很刺激的 来来来 那我们掌声欢迎啊 我们就喜欢太刺激的 来 接下来我们就把一节的徒弟请上场 来一个合作的表演啊 有请 接下来呢这个动作其实也挺简单的 就是我需要一个嘉宾配合我 又需要人配合我 马丁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那个尝试 焦火柴应该是最高世界的 接下来这个挑战看起来会容易一些 所以我就不出手 由杨老师来出手 谁都不出手 我就说 其实这个动作也是很简单 面对着我站着不动就可以 听得有点可妙 刚才马老师那个是初级的 哦 你看你不是最高级的 对 你别跑 对 面对着我双腿分开 千万不要动 真的 我转身360度 击打头顶苹果 可以把眼睛闭上 不动啊 千万别动啊 不动啊 我转身360度 我转身360度横扫苹果 我转身过来等于是盲打嘛 所以这个有点吓人 刚刚呢大家看到的是转身360度横扫苹果 我觉得呢一点都不够刺激 可能有的人看过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苹果放到头上 刚刚是横扫 我觉得不刺激 可以这样吗 树批啊 树批可以吗 其实呢这个动作 这个绝技 我练了成了绝技 他练成了铁头弓 一姐你先别说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之前有失手过吗 这个要失手可能真的很严重 就没有失手过是吧 对的 好那我放心了 好大家屏住呼吸啊 眼睛瞪大 到处五个数号吧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到处五个数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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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他表演的都是睁眼睛的 我觉得 接下来给眼睛闭下 对 蒙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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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届其实我很好奇 会双绝棍的 然后会这个武功的人很多 但是我发现你其实有很多创新 还有很多表演在里面 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对对对 功夫呢和双绝棍讲究三点 快 准 狠 快呢就代表着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准呢就是小到这个火柴 它能打招 狠呢就是把苹果放到头上 往下披 就是每一个动作都体现它的这个价值 所以未来我们特别期待 在影品上多多地看见你 你也说了会进军影世界 现在也主演了一些电影 对对对 就是李源霸 玉闻成都 我是演男一号李源霸 还有几部《诺素之鹰》啊 还有这个《龙眼石》都是我男一号主演的 所以你是想走功夫影星的 对对对 我是从小练功夫的嘛 所以说的 我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努力 我也想通过一部电影 来完成我的梦想 因为武术和功夫双截棍呢 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也是我们的国粹 我觉得还是把我们这个武术双截棍呢 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去练习双截棍 了解双截棍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 为了自己的这个理想 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变化 这一点很可贵 而且你还有大把的光阴 可以再不断地变化 影视的路不好走 不管是成龙和李廉杰 除了功夫之外 除了努力之外 还有很多经营 还有很多艺术方面的造诣和修为 这个是你将来一定要补上 或者是不断增强的 所以放在你面前的路 其实特别光明 但是需要你自己持续地去把握 加油李廉杰 好 谢谢 最有千难万险 李廉杰坚守十年 终获世界棍芒的称号 最终证明了自己 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主角 也是一位风模式的人物啊 李廉杰是中国双截棍的No.1 而他是中国花式篮球的No.1 据说啊 他练篮球也已经练到了 走火入魔的地步 甚至还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蝴蝶穿花 投石问路 背后投篮 一颗篮球 在他手里 玩出百般花样 他是中国花式篮球第一人 韩伟 他曾两次登上春晚舞台 并在奥运赛场大秀神迹 正是巅峰的他 却为何突然跌入谷底 激进失去最爱的篮球 有请本期主角 看见了吧 这篮球就像长在他手上一样啊 都能玩出花来了 韩伟为了练花式篮球 苦练了整整十六年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中国花式篮球第一人 可是他为什么会被这个名号 压得喘不过气来呢 这还得从他组建 花式篮球队说起 2002年 还是大儿学生的韩伟 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的 花式篮球表演队 名字叫做Showtime 而第一次表演 就登上了CBA的全明星赛场 迅速破遍了全国 2003年 央视春晚舞台邀请他们了 当年还是大学生的韩伟啊 上演是一场接着一场 上遍了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 一年就赚了一百多万 是不是已经很牛了 不仅如此 2008年 韩伟他们再一次被央视春晚舞台邀请 北京奥运会还邀请他们为中国篮球队表演助威 一夜成名的荣耀 让当时还仅仅是大学生的韩伟 有了飘飘然的感觉 随着花式篮球的流行 国内越来越多的花式篮球表演队成立了 最开始呢 这些队伍都是在模仿韩伟的风格 所以韩伟当时也很自信啊 说我是中国花式篮球的第一人 我已经把这花式篮球玩到无人能及 没人能跟我比 也的确啊 当时在球场上PK的 只有韩伟能够骄傲地站到最后 直到有一天啊 队里的一个小兄弟跟他说 韩哥 最近有个团队刚成立啊 他们的动作挺炫酷 要不然咱学一下 韩伟一听不乐意了 说什么呢 我们是number one 他们学我们还差不多 可是当他看到了人家的表演 彻底被惊呆了 他们的动作融合了街舞 京剧和杂技更炫酷 风格也完全变了 所以曾经的第一人韩伟 也在渐渐地怀疑自己 难道我真的落伍了吗 为了给团队争口气 也为了维护自己的江湖地位 韩伟是发了风势的练习篮球 原来每天练习五个小时 现在每天增到了十个小时 除了吃饭 睡觉 几乎所有的时间 都是在球场 或者是训练场 我是篮球第一人 我绝对不能让这第一人的称号 被别人抢了去 这样的压力 压得他心里根本喘不过气 直到2011年的12月21号 他被彻底地击垮了 当天他觉得胸口是一阵剧痛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大夫说他患的是新狗 晚篮衣布这命就没了 今后这篮球不能再打了 一听这话 韩伟的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 我把这十几年的心血 都放在这篮球上 我将来不能打球 我还有什么样的出路呢 售后很长一段时间 韩伟连走路都喘 更别提是打篮球了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个废人一样 他不敢出门 因为怕碰到熟人问他 韩伟 你最近干嘛呢 又不想啃老的韩伟 没办法 只能选择在家附近的一所小学 当起了篮球教练 这对于曾经是No.1的他来说 去给小孩子们上课 教他们怎么打篮球 这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啊 然而没想到的是 原本是去当老师的他 却被孩子们上了一课 从此 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他放下了第一人的执念 找到了真正的快乐呢 我特别羡慕这种有初心 但是并且就把这份热爱实践了的人 杭磊刚才的故事也是 其实你不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对吗 对我小的时候曾经梦想过 但是最后你却成了花式篮球的第一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学习的 当中我们练的时候没有老师 因为那会儿没有网络 就大家就扒视频 看录像带 然后自己掏钱出去看 所以现在什么都有了 那会儿都没有 所以那会儿真的是摸着石头或合 你当时是看着录像链 都是边边讲角 那一定会有一些独创的东西 因为没人教 对 这样的绝活有吗 比如说那会儿他们转球都这么转 然后我说 我说你要这么转或者这么转 因为小时候老看 李连杰子那种武术 我说你要这么转 比如传球 老外都喜欢就是有节奏啊 有脑袋啊这种转 后来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有一个中国自己的那种感觉 再来一遍 比如放上去 站上去 然后下来 起来以后 哦 对 你玩篮球的时候 差不多 也是我们在学校里 开始痴狂的看NBA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乔丹时代 对 咱同龄人嘛 当时美国有一支花式篮球队 电视一放他们 全都震惊了 原来篮球还能这么玩 叫哈林 哈林旅行者队 对 你跟他们有交流吗 有交流 85年的时候 见过他们的表演 六岁 对 那是给我的第一次的感觉 我说 这篮球是这么玩的 太逗了 这个 就是感觉我就充满了那种快乐 我觉得 它不是一个比赛 它是一个娱乐 所以他们其实给我的这种是最大的一个启蒙老师 跟他们后来有交流 我入他们队了 入过一次 在中国巡演的时候 然后挑人 然后我就作为中方的一个人去那边做了一次巡洪演出 就你成为了哈林篮球队其中的一员 对 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梦想成真 就是因为毕竟篮球它有它的文化 大家是一个团队 交流再沟通好的话 种族文化会更逗 而且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的是他们更放得开 这是我跟他们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你说在健身房里十个小时十个小时训练 最后心梗了 你怎么能把一人练成心梗呢 那时候你多的岁数 那会儿应该是三十一二吧 一年 那应该是身体巅峰状态啊 是啊 但是你心态不好啊 你老想干过别人 太想所有东西都得到了 就别人会的我也得会 我会的别人不能会 去PK 我知道我用什么点做出来就能赢过这个人 就这样我觉得把自己练肺了 练得不合理 但那个时候当别人真的把这个花式篮球第一人 No.1 而形容成说 那个是All school 那个时候心情差极了吧 对 那会儿觉得 说你们懂艺术吗 你们都不懂艺术 那如果现在有人再说说 我知道韩伟 前辈前辈 我们现在玩的都是这种 怎么着 你现在听到这种评论 你心里还会有波澜吗 我觉得 现在还真的就没什么了 因为首先我尊重那帮人 新的人 我觉得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年轻人就要往处操作 心态完全不一样 他特别开心的被拍死在沙滩上 是这个 对 那现在你教小朋友玩篮球对吧 对 教孩子最难了 听我的嗓子 每次都演 喊到谁 你怎么教他们二三十个孩子 那要是二三十个熊孩子 你怎么办呢 就是有的时候也挺厉害的 但是一开始还是希望用篮球啊 吸引到他们的目光 以后你再对他们凶点了 他们就听你的 但还是希望把他们当成朋友 上课的时候比较严肃 下课绝对是朋友 有没有让你印象 特别深刻的小朋友 就很多 但是比较深刻的 比如有一个小朋友 叫河沉宇 一年级就那么高 五年级还那么高 我印象特别深刻 一年级才这么高 五年级就那么高 我们感觉 对 练着华尔兰球长个 家长都疯了 拼命要练 我今天看到我们那个观众席 来了一群特别可爱的小观众 这些小朋友们 都是你的学生对不对 对 都是我的亲爱的学生 听说今天是要给我们 带来表演的是吧 是的 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 上来吧孩子们 哇 下课了 下课了下课了 回家回家回家 把作业完成啊 好 拜拜慢点 过往路慢点 拜拜 你干嘛呢 还不走啊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还没来接我 这么晚还不来 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爸爸是修建舞台的 妈妈是个清洁工 你这么努力的练篮球 有什么愿望吗 我想打正式的篮球比赛 就你 站起来 这么矮 能行吗 能行 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是能摸到我手里的篮球 我就让你入正式篮球队 行 准备好了吗 好啊 好 来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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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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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特别想问韩教练都教了你些什么 你刚通过就那一句我就发现韩老师把他所有的幽默感都教给你了 你就是那个到了五年级还一米二三的是吗 不一米三级了 一米三了 你觉得韩教练平常是个什么样的人 呃像小孩子 他像小孩子 那你呢 更小的孩子 小孩子教小小孩子好玩吗 教好的 小孩子凶吗 还行 有的时候凶 他凶起来什么样 就是闹两句 或者有的时候就会发怒 会揍你吗 做不好动的时候 有可能会 有点 哈哈哈哈 说完了还回头 特别胆怯的看了一眼 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我的教练 我觉得他特别凶跟老一样 你两个学什么的 花式篮球啊 是吗 你觉得你教练厉害吗 你怕他吗 发怒的时候会怕 你觉得他是更像哥哥呢 还是更像爸爸呢 还是更像爷爷有点大 兄弟呢 兄弟 兄弟 那我问问韩教练 孩子频繁地提到了三次 发怒的时候 我是有点怕的 你大概都会因为什么事发怒了 比如说你想去表演 想去有自信 但是又没努力 有时候我会发怒 但是那个发怒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假象 知道我的危言 要不然二十多人一起说话 你镇不住 有时候也挺麻烦的 是为了让他们学东西 小朋友跟你学完花式篮球之后 都有什么样的改变 他们心里都有对方 他们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再一个就是他们敢于面对困难 通过篮球能找到自信 这是最大的变化 是这样吗 真的 那你跟教练拥抱一下吧 哥们儿 谢谢 谢谢 回到小伙伴当中去吧 所以你自己觉得你 自从当了老师 教孩子们打篮球之后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心肠病好了 对 那个当时心肌梗还挺严重的 后来 恢复的特别好 因为大夫说 首先你老得保持一个 不是说锯的运动 但你得运动 心态也不特别好 教孩子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把我心肠病治好了 但是说到小孩 你也说过 在你特别红货的那个时候 一年的收入就过百万了 教孩子当老师 收入一定不会像那个时候 那么的高 对 这当中你有落差吗 有落差 但是每一次吧 就跟他们小孩一起玩球 这种落差就没了 但是你练这个 一定不是为了钱 我觉得比如在他们面前表演的时候 就是我每一次都是一个特别嗨的表演 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像是 我看到哈林的那帮人 但是我每天都表演 这种感觉是钱买不来的 去年 他想给他的这个花式篮球儿童剧 包括公益儿童篮球 找赞助 没钱了 对吗 你都交上万个学生 你会穷 那会儿就是免费的 就是现在也其实也在免费的交 不是那你吃什么呀 后来是靠课室费 那之前呢 之前没有 就是租场地在他们训练 自己垫钱 对 自己没钱垫钱拿什么垫 我妈要 就是那会儿确实 因为最早的时候挣了一些钱 但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会儿已经没有收入了 没地儿训练了 要租管训练 就那会儿租管的费用 把钱就换没了 就这么帅的大叔 年轻时候也啃老啊 也啃了 真啃了 死里啃了 你爸妈愿意让你啃吗 爸妈不愿意 总是说 但是像我是属于第一波独生子女吧 父母对我比较溺爱 你找个工作 也别干这个了 你老花自己家的钱啊 这是爸爸妈妈是吧 对 这时候我生病的时候赵的香 就是那会儿我看了这照片 我觉得 他病床上陪着我 这会儿我妈还跟我说 说放松点心情 不然的话实在不行的话 那咱们家 不要我卖一套房子 给你租一来劲管 你就训练 但是我觉得 我真是心里就是太没有别人了 也没有任何考虑到父母 我考虑到学生 你爸妈给你抱怨过 抱怨 就是你当初是一个家里的骄傲 上春晚 这还得了 挣大把的钱 这儿子真有出息 邻居来了以后都得挑大拇指 咔嚓一下 病倒了 队友离你而去 身体不行了 没收入了 什么都没了 爸妈能不及 你做得好 父母肯定是开心 但是父母其实最关心的是你身体 父母不关心你多明 就是你别生病 身体好好的 这是父母对自己真正的爱 那会儿我再体会到 其实跟父母之间 有可能就是在一起喝杯茶 一个拥抱 就可以了 我问一下 你当初说 花式篮球第一人 像一个巨大的压力压在你身上 对吗 然后现在 你的生活当中 有孩子 有欢笑 你和妈妈之间 有问候 有拥抱 我问一下 那心肌梗 是不是件好事 是件好事 从某种记忆来说 我一直觉得 这是 上天给我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祝福 我媳妇跟我说一句话 其实我跟你开开玩笑 我觉得 你要不得心肌梗 我就活不了了 哎呦喂 这真是老婆说的话 我跟你说吧 真的 这真是老婆说的话 听完你的故事 看到你现在的状态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 特别阳光 特别有幽默感 特别有爱心的一个男人 衷心的祝愿 你可以带着你的学生们 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世界 人生路上 人人都渴望成功 但是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 因为坚持的人不多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吕一杰和韩伟的故事 虽然说他们的人生路上 都曾遭遇了低谷 但是因为内心的热爱不变 坚韧不变 所以最终 他们还是站在了 各自领域上的塔尖位置 是啊 人生又能为自己 喜爱的事情疯狂几回呢 希望正在看这期节目的你 能像今天的两位主角一样 在追梦的路上 好好地享受 努力和投入 带来的幸福吧 感谢收看本期的 有请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 她号称中国第一柔术女王 能将身体轻易对折 柔软无骨令人称奇 她是人称功夫小子 学际王子的少林苏家弟子 震撼演绎真人版新兴大发 极限雕花 腰甲戒球 金枪刺猴 世界迪尼斯记录保持者 刘腾 魏威 作客有请主角现场 讲述挑战极限背后的 灭谈故事